人们常说笔墨胜过刀剑 而政府往往同意这一点 从被禁止的宗教传单和革命宣言 到被审查和焚烧的书籍 我们知道文字具有颠覆社会秩序的潜在力量 尽管看似奇怪 但一些数字也曾被认为足够危险 乃至被禁 远古时期的人类一直利用简单的技术符号来技术 但当人类发展了农业并开始大规模聚居后 这种技术就不足以满足需求了 随着数字变得越来越复杂 人们不仅开始使用数字 而且还思考数字究竟是什么 以及数字如何发挥作用 到公元前六百年 古希腊对数字的研究已经很发达 数学家毕达格拉斯及其追随者 在形状、音乐和星星中发现了数字模式 对于他们而言 数学蕴含着最深的宇宙秘密 但一位名叫西帕索斯的毕达格拉斯门徒 发现了令人不安的事情 一些数字 例如编长为一的正方形的对角线 无法用整数或分数的任何组合来表达 无论整数或分数多小 这一些数字称为无理数 它们被视为威胁了毕达格拉斯门徒们 对完美宇宙的信念 它们想象了一个可以用有理数描述的世界 历史学家记录道 西帕索斯由于公布了自己的发现而遭受流放 而民间传说 它因上帝的惩罚而被淹死 虽然无理数颠覆了哲学家们的认知 但后来的数学发明 也会吸引政治与宗教当局的注意 在中世纪 欧洲仍在使用罗马数字 而其他文明已发展出 包含零符号在内的位置系统 当阿拉伯旅行家把这一系统引入 意大利熙熙攘攘的沿海城市时 它为商人和银行家带来的优势显而易见 但政府当局却更警惕 印度阿拉伯数字被认为更容易伪造或更改 尤其因为客户比商人更不熟悉这些数字 当人们对借贷持怀疑态度时 零的概念开启了通往复数和债务记录的大门 在13世纪 佛罗伦萨禁止人们把印度阿拉伯数字用于记账 尽管这些数字很快就被证明极其有用 以至于无法忽视 但对零和负数的争议却持续了很长时间 负数一直被视为荒谬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 基罗拉默卡达诺等著名数学界避免使用零 即使零更容易解除三次方程和四次方程 即使在今天出于各种原因 使用一些数字是违法行为 一些数字因为其代表的含义而被禁 例如政府已禁止显示一些含有象征意义的数字 例如革命日期或与对立的政治人物或政党相关联的日期 其他数字由于其蕴含的信息而可能属于非法数字 无论是文本、图像、视频还是可执行程序 几乎所有信息都可以翻译成一串数字 但这意味着受保护的信息 无论是版权、专有材料还是国家机密 也都可以用数字表示 所以处理或发布这些数字可能被视为犯罪 这种概念在2001年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那时可用于DVD解码的代码 以一种很大的素数形式被广泛分享和分发 非法数字的概念可能听起来荒谬 但书面数字像文字一样 也是一种表达概念和信息的方式 随着计算和算术日益渗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数学家笔下的力量日益强大 观看这段视频 满足您对公制系统发明历程的好奇心 或者观看这段视频 了解编号系统的起源 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